别的族裔的同学就更多的会去试尝试不一样 这山上的云多漂亮 平时我们看不到这种山 因为平时我是往西走 今天是先送了我的儿子 小儿子去幼儿园 然后就反方向回来这条10号公路 所以看到了山 今天是星期一我上表演课的路上 今天跟大家先聊一些之前的一些上课的想法 我们现在同学当中有几位非常积极 就是没有上课的时间都在找时间去练 然后一开始我们是通过邮件来沟通 一连串好多邮件回复 那种来来往往的邮件特别多 后来同学们当中就说 我们这个会有点难看了 就是换一个方式 我们通过社交媒体来聊 后来就是我们弄了一个 WhatsApp 那个的group 然后我们就开始在那边聊 然后他们呢就特别积极 有几位特别积极 一直在练习reputation 重复重复 我有一个可能是不对的想法 就是我体会到了感受到reputation的这个东西 然后也学到了 我就不太想去重复重复再重复 有时候觉得时间上也不允许 然后另外的话也会觉得 会很尴尬就是 但是我想他们一直在这样练下去 肯定是有它的原因也会有另外一些收获 但是我就不知道什么 我的这些问题就是使得我没有再继续去练 这就可能是我缺乏的一些方面 也许会因为更少的锻炼 所以会有些东西体会不到 我们在聊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上节课开始的这个 Activity 就是叫做什么 就是专注你自己做的东西 然后别人过来打扰你 你也就是 你要让别人相信你是在做一件 你这个就是你在做一件事情 让别人真正的感受你就是做这件事情 而且做这件事情是有时间限制的 有它的紧迫性 有它的难度 有它的各种情况 让别人相信你做的就是一件 你正在做的事情 那 上节课是同学们做了弹吉他 各种就是大家也在尝试嘛 所以也未必做得很好 就不太能理解到 这个训练的用意在哪里 或者说是重点在哪里 可能有一些地方不太对 那我 我准备的是什么呢 我准备的是 我去做一个audition 一个很紧急的audition 因为这个也是现实存在的 就是通常会说 今天下午一点钟截止 你一点钟之前一定要把这个audition的subtape 要 submit出去 所以的话这就是有紧迫性 然后同时也有难度 因为特别是对我来说 很多时候那个词啊 还有这个整个怎么理解这个东西 或者说一次一次都不满意 你最后啊反复的反复的take 反复的拍拍拍拍 最后才可能会有稍微满意 但都不是最满意的 所以你会一直尝试的 就会接近这个deadline 就是due的那个时间 那我想就是去做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方不方便去做 因为我要我要先是在准备读 背这个sides 然后去不断的练 不断的练 不断的录录录录录 这样最后时间快到了怎么样 我想试一下做这样的一个设计 今天我把这个手机固定在这个地方 就比较好一点 就安全一点 之前我是手拿着 有一点不安全吧 对吧 现在这个这样的话就 我不用管它了 我两个手可以握着那个方向盘 然后我也只看着路来说话 最多也就是脑子里会想一下 我该说什么东西 或者说到哪了 说什么东西 但是总体来说 会比手拿着要好 你上次给我的那本书 我读完了 写的正好 你今天怎么看起来不开心吗 你上次给我的那本书 我读完了 写的正好 你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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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想那么多 下课了 刚才来的时候 迟到了10分钟 然后我第一个上台去做 那个independent activity 就是那个就是去专注去做你要做的事情 然后让别人相信你所做的事情 然后让别人相信你所做的事情 然后会有同学过来跟你说话 让你就可以做repeat 也可以不去理睬 那我做的是什么 我刚刚好像来的时候说过了嘛 就是我 我就假装是 在做一个 在一个 我限定的时间内我要完成的一个self tape 也刚刚好是有个导演很久 上个月就已经确定要我来演这个片子 然后呢但是他还是想要看一下我的一个self tape 然后最近就一直在忙嘛 然后没做 那我就想借用这个来去就是真实的把我准备一个self tape 所以来去看剧本 然后把它做一些笔记 然后开始练 然后最后把它录下来 这样的一个事情 真实的事情 因为每个星期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嘛 然后很多时候甚至很糟糕 就是没有完成 或者说是完成的不够好 总是有一些事情影响嘛 因为有时间紧迫性在那里 那我就尽量的专注在做 然后有同学过来开始问 开始进行这个repeat reputation 那我一开始有一些是在 因为这个刚开始你是没有那么紧迫 你的这个情绪也没有到达最高的时候 所以你是有这个时间去对他做出反应的 所以我就有给他们去做repeat 那慢慢的话 我觉得这个时间越来越紧 越来越紧 我就不再理睬他们了 然后就更加要专注 然后甚至就是我要捂着耳朵啊 或者说避开走到一边去 就是挺好玩的 就是感觉做的还不错 那当然接下来有几位同学呢 做的也很棒 他做的跟我的 他会我觉得 就是老外的怎么说呢 就是说别的族裔的朋友同学呢 我觉得他们的特点会去尝试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那我来说呢 或者说是部分的亚裔或者说是华裔的朋友呢 就会更加去了解这个规则是怎么样 然后老师的目的是什么样 我们尽量的在这个框架里面去完成 别的族裔的同学呢 就更多的会去尝试不一样的 我觉得有一个同学的话 他就是在所有的 所有过来跟他做这个reputation呢 他都去反应 甚至是跟他有互动 他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目的 但是这样的话 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了看的观众同学学习来说 带来很多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 能感受到就是说 如果是那样做的话 会是另外一种效果 或者说是不一样的这种experience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个挺好的就是能够让你 包括大家的观点也不一样 都可以存在 就是课堂里面的气氛非常好 就是大家都可以发表你的想法 但一定是没有对没有错的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表达你的想法 也没有觉得没有对与错 所以这样的话 这种环境就特别好 让你去思考去消化 然后在后面做一些reputation的时候呢 一开始做 课堂的开始做了 后面也做了 做那些reputation的时候 就另外一个感受就是 嗯 现在大家都越来越熟 然后而且进入到了 后面几个环节 就是大家会去观察对方的反应 看他的状态 behavior 然后你去判断 去说那些话 虽然没有关系 但是这样的话 能够让你真正的激发那种情绪 比如说 他跟另外一个人在repeat的时候 你发现他这个人 他不高兴 他并不是很乐意去做 或他被这个问题刺激到了 你就会说你被刺激到了 被刺激到了 然后或者你被挑战了 你被挑战了 或者你不喜欢 你不喜欢 就然后对方也会有时候是 你真的是猜错了 他说我没有被刺激 我没有被刺激 所以这种就越来越激烈 甚至有时候把每个同学的这种个性 每个同学的那种personality 都慢慢的展示出来了 甚至有时候有些人很有针对性 或者说他就是在表演 老是在装腔做事 或者说是在有意的去展示某一方面 而隐藏某一方面 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也会去说出来 你在acting 你在acting 或者说you are hiding 非常有意思 就是这个课程真的就是它太广泛了 它涉及到的面太广泛了 能够让你从各个方面去帮助你的表演 OK今天我们就聊到这 非常开心 然后下一节课我们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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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